2010年6月的一个下午 纽约警察局的警员们接待了一位奇怪的访客 这是一位自称叫安娜查普曼的美女 她是来报案的 安娜将一本做工粗糙的假美国护照递给警员 然后表示 有个人要求自己把这本护照交给俄罗斯人 我想这可能跟间谍活动有关 故此特来警局报案 一听说是跟间谍有关的案子 警察们吓得不轻 马上表示 我这就帮你联系FBI 然而当警局向FBI讲完案情后 对面接电话的调查局探员却暴怒的喊了一声 Fuck 这娘们怎么突然变聪明了 通报案情的女人警察一脸懵逼 只记得对面要求自己先稳住报案人 而警察不知道的是 伴随着这个电话 此时的FBI已经炸锅了 探员们的怒骂瓷起彼伏 那女人跑警察局去了 她是咋变聪明的 监听组那边的消息 说昨天她给她爹打了个电话 是她爹给出的主意 监听组是死人吗 都监听到了为啥不报告 华盛顿那边情况怎么样 那小子倒没啥反常举动 但有个流浪汉昨晚报了警 说他在阿灵顿公园里投了一份文件 好歹也是个间谍 能被流浪汉拆穿我也服了 新泽西那对呢 那对倒是没啥人怀疑 只是继续用情报网络传递商业信息而已 另外德国那边有消息过来 我们在俄国的县人亚历山那波杰夫前几天出逃了 如果再不收网的话就来不及了 不过梅德威杰夫刚访问结束 要是现在行动会不会搞出外交事故 汇总的这些让人无比心累的信心后 一位FBI高层摊坐在了办公椅上 他生无可恋的下达了命令 毁灭了 收网 把这些俄罗斯老全给老子抓起来 在晚年 米哈伊尔瓦森科夫经常会做一个梦 梦中有个学者样貌的男人问他 接受了这个任务 你就要终生在海外飘零 也许永远都无法回到祖国 你确定自愿做出这种牺牲吗 在梦里瓦森科夫有很多话想说 但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用俄语 把这些话表达出来 他只记得自己当年清晰而坚定的回答 我可以做到 克鲁奇科夫同志 1942年 米哈伊尔 阿纳托利耶维奇 瓦森科夫 出生于苏联莫斯科州的一个工人家庭 由于资料太少 我们无法了解瓦森科夫的童年 只知道这孩子从小就是亲王跳楼 一赢到底 在对瓦森科夫有限的记录里 各种成绩都显示 这孩子是运动天赋很出奇 文化成绩考第一 练杀会杀全都快 直通吉尔仁斯基 由于过于优秀 1965年 23岁的瓦森科夫被克鲁奇科夫挑中 保送吉尔仁斯基高等学校学习外语 三年以后 瓦森科夫就惊动了英语 法语和西班牙语 被指定分配给了一个传奇老太太 阿菲利卡·加威兰 阿菲利卡·加威兰 克鲁国内德国望重的老大姐 作为一名西班牙人 加威兰的一生是参加起义当共党 血战多年见识广 既当战士上前线 也当特工来减脏 大清喜忠干托派 千里追杀索明寨 魏国战争服兵役 空降敌后显气感 战后加入科哥伯 干涉拉美争恨活 既能扶持高瓦拉 也能指点阿联德 基于以上的履历 哪怕在高手如云的科哥伯内部 加威兰也是最有威望的资深特工 如我们讲过的乔治·布莱克 科伦莫洛迪之类的传奇特工 在加威兰面前 都得恭恭敬敬地叫声打劫 1967年之后 作为科哥伯在拉美西语区的总负责人 加威兰被招回国内 负责科哥伯的新人培训 在加威兰手下 瓦森科夫足足接受了七年的指导 1975年 瓦森科夫正式加入科哥伯第一总局 入职当天 局长科六七科夫将他招入自己的办公室 面对这位资深新人 科六七科夫开门见山 过去十年里 组织培养你的目的只有一个 让你成为另一个人 你听说过戈登朗斯戴尔吧 你的任务跟他相似 也是顶替一个真实存在的身份 不过 对于你的工作 组织并不会给你明确的任务目标 你将会像蒲公英一样 被风吹到哪里 就在哪里落地生根 在暗中为祖国服务 如果你成功的话 你将终身无法回国 再也无法和亲人团聚 现在我可以给你自由选择的权利 你愿意做出这种牺牲吗 在培训十年后 当瓦森科夫第一次听到自己的任务时 他的回答毫不犹豫 我愿意 为了苏维埃祖国 1976年 胡安和赛拉扎罗正式飞往了西班牙 这是科哥伯精挑细选的身份 1947年 年幼的乌拉圭男孩拉扎罗 因肺炎在古巴病逝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记得他的长相 但科哥伯却掌握了他的身份证明 因此 瓦森科夫成为了世界上的另一个拉扎罗 在西班牙适应了一阵后 瓦森科夫决定将情报突破后 当年的秘鲁频繁发生政变 正是特工大胆身手的好机会 瓦森科夫到达秘鲁后发现 当地的社会精英普遍喜欢摄影 于是瓦森科夫开始钻研摄影 很快成为了摄影专家 竟是凭借高超的摄影技术 成为了秘鲁总统的御用摄影师 成功打入秘鲁上流社会 由于这层关系 瓦森科夫可以将拉美各国的情报 源源不断地送往苏联 即使对于苏联来说 拉美并非他们的战略重点 但这并冥想瓦森科夫的工作态度 1983年经过组织安排 瓦森科夫与另一名科哥伯女特工 维基佩莱斯结婚 两人继续在拉美默默潜伏 时间来到1985年 科哥伯和中情局爆发了冷战以来 最激烈的对抗 魏克养大神尤尔辛格的叛逃 让俩大阵营人人自危 随着美国情报网被破坏 科哥伯只能从外部增援 瓦森科夫因此被调往美国 去组建情报网 到达美国后 瓦森科夫必须重新适应美国的生活 当发现美国的权贵们喜欢运动后 40多岁的瓦森科夫将自己练成了 游泳冠军和跆拳道黑带 再加上在美国获得的教师和作家的职业 瓦森科夫又成功挤进了 纽约的经营圈子 跟大量民主党高官建立了深厚的交情 虽然在交往中 瓦森科夫从不掩饰自己的左翼观点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美国权贵们对他的信任 对于瓦森科夫在美国的成绩 大部分的情报仍未解密 但仅仅公布的一小部分情报 就包括了美国总统的形成信息 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真实信息 以及中情局的机密文件等等 可见其成绩之耀眼 在科科博的内部文件中 他们对瓦森科夫的评价是 瓦森科夫属于那一代 永远将祖国利益 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特工 具有克制 坚决 勇敢 谨慎 勤奋 诚实 谦逊 阻止多谋 恪守原则等诸多美德 能在陌生国家从头开始 极快地适应外部环境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独立完成几乎所有任务 因此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在1990年1月颁布法令 授予瓦森科夫上校苏联英雄称号 列宁勋章和金星勋章 一个月后 这个消息才被瓦森科夫获知 此时 已经潜伏14年的他 甚至对瓦森科夫这个名字 都有些陌生了 虽然自认为 自己获得这项荣誉有些过誉了 但瓦森科夫依然非常感激 然而就在他准备再接再历时 1991年 一条晴天霹雳的消息传来 苏联解体了 如果说对于其他人来说 苏联解体是一场灾难的话 那对于瓦森科夫这种海外特工来说 苏联解体不至于天崩地裂 因为离开祖国时间太长 瓦森科夫并不清楚 苏联具体的情况 毕竟他离开时 还是苏联的全盛时代 当8月份 老领导克里奇科夫发动那场失败的政变时 瓦森科夫已经意识到 祖国出了大问题 但他根本无法相信 那个红色巨人有倒下的一天 在得到苏联解体的消息后 瓦森科夫极度惨惊 身处美国的他 不敢表露太多情绪 盲人的他也不可能收到任何指示 只能追寻克格勃手册行动 欲有重大意外 则斩断一切联系 停止一切特工活动 先保全自己 其实 当瓦森科夫等海外特工不知所措时 科格勃总部同样一团乱马 作为苏联最核心的机构 苏联解体前后的科格勃 进行了一场大拆分 比如 科格勃一切的武装力量 全部化过于军队 负责政府通讯 领导人保卫的部门 全部被剥离 主管意识形态 宗教事务 宪法保护的部门 全部被撤销等等 最终 被拆得708路的科格勃成为了新的部门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而原有的 负责对外情报的科格勃第一总局 则被重组为了俄罗斯对外情报局 对于科格勃来说 这场拆分和重组 虽然说不上是伤筋动骨吧 至少也可以算是眉毛一下皆知 这段混乱的时期里 大量的机密文件流失 无数的重要人物被判 不过很幸运的是 瓦森科夫的档案 没有在重组过程中泄露 时间来到1996年 终于度过混乱期的对外情报局 总算想起来 自己该干点正事 搞一搞国外的情报了 当翻阅了那些已经落灰的文件后 外情局的高层 不得不感慨科格勃的强大 即使经过这样的灭顶之灾 当年的第一总局 在美国居然还幸存着这么多卧底 比如瓦森科夫夫夫 也比如他们的后辈 别兹鲁科夫夫夫 安德烈 奥里格维奇 别兹鲁科夫 1960年出生于苏联边疆地区 作为比瓦森科夫小18岁的60后 别兹鲁科夫成长于和平年代 相比于六边形战士瓦森科夫 别兹鲁科夫有明显的短板 他虽然成绩很好 但运动能力却很差 而且 他之所以加入科格勃 完全是因为爱情 1981年 别兹鲁科夫爱上了校花 艾琳娜·瓦维洛娃 作为教授子女 艾琳娜是人美心善成绩好 很快吸引了别兹鲁科夫 为了获得女神的青睐 别兹鲁科夫在学校里 疯狂表现自己 是参加社团上比赛 社交达人惹人爱 考试第一当状元 校园演讲斩风仔 看了他的样子 飞昂昂都得说自己不上进 在别兹鲁科夫 如开瓶孔雀般的追求下 瓦维洛娃最终被吸引 但问题是 别兹鲁科夫吸引到的 不只是瓦维洛娃 还有当时正在校招的科格勃 由于作风惹眼形象高调 这一对小情侣 被科格勃一眼相中 你们二人成绩好 气质佳 头脑聪明 人人狂 是个人才 跟我们一起干特工吧 就这样 别兹鲁科夫夫妇 被吸纳入了科格勃 两人一起在莫斯科集训 相比于动辄 培训十年的瓦森科夫时代 此时的科格勃 培训已经粗糙了很多 仅仅两年后 两人就被决定外派 科格勃给别兹鲁科夫 安排的假身份 是一个加拿大外交官的儿子 虽然这同样是一个 真实存在过的人 但别兹鲁科夫 在很多条件上 与假身份根本对不上 其履历上 居然有22岁念高中 这样的笑话 而妻子艾琳娜的假身份 漏洞更大 因为履历上显示 这是个精通法语的人 可艾琳娜根本不会发育 只得临时突击 虽然别兹鲁科夫夫妇 对这些假身份非常不满 但组织上表示 逃换个假身份 已经不容易了 凑合用吧 1983年 两人正式外派 几年后在加拿大会合 在这段时间里 别兹鲁科夫夫妇 没有获得什么像样的情报 几年后苏联解体 两人也脱离了科格勃序列 没有上级的经费之时后 两人只得自谋胜路 在加拿大 艾琳娜成为了一名地产经纪人 而别兹鲁科夫 则开始了求学之路 他于1995年 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 随后带着全家前往法国 拿下了国际商务硕士学位 此时 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找了上来 表示对别兹鲁科夫夫的行为 非常欣赏 你们二位在没有上级指挥的情况下 还能发挥主观能动性 主动来法国搞情报 用心可佳呀 对于外情局的表扬 两口子非常无语 其实他们单纯 只是想改行进企业 混口饭吃而已 不过 对于老冬家的召唤 俩人还是不敢推辞 别兹鲁科夫夫夫 接受了对外情报局的任务 前往美国开始搞情报 就这样 到了1999年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 在美国又有了两个情报小组 一对瓦森科夫夫夫 一对别兹鲁科夫夫夫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 对外情报局发现 这思维卧底间谍的作用 虽然称不上是举足形弄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谋用没用 首先 瓦森科夫此时已经年近60了 苏联解体后 瓦森科夫对叶利钦的恨意 远超美国 答应继续工作 已属勉强 而且 作为老牌特工 瓦森科夫只相信电台和摩斯电码 对情报局的那些亲通讯方式 完全不理 两边交流非常别扭 而且 作为苏联特工 瓦森科夫收集的情报 依然是从国际公运的角度展开的 这对俄罗斯毫无意义 双方别扭到了2004年 忍无可忍的瓦森科夫决定退休 外星局也只得同意 退休之后 瓦森科夫彻底放飞自我 成为了著名的左翼名人 每天在大学里痛骂 美国发动战争是资本的阴谋等等 至于别兹鲁科夫夫妇 他们确实成功了 只不过 不是在情报方面 2006年 别兹鲁科夫获得了 哈佛大学管理学硕士 很快成为了一家知名的咨询公司高管 跟众多国际巨头建立了合作关系 甚至结识了美国副总统戈尔 别兹鲁科夫的妻子 埃琳娜则成为了著名的地产经纪人 在行业内屡获成功 然而 在商业以外 别兹鲁科夫夫夫 却对收集情报毫无兴趣 对莫斯科的任务 也是有一拉没一拉的糊弄 嗨 别提什么情报不行报的了 以后的路你们自己走吧 我打车了 不过到了后期 别兹鲁科夫夫 与俄罗斯的通讯频率 开始明显增多 这倒不是他们想通了 而是他们与俄罗斯能源寡头 建立了合作 利用间谍的机密的通讯通道 他们可以传递商业信息 从中获利 面对这四位水平不低 却意义不大的特工 对外情报局也无可奈何 没办法 老家伙们靠不住 还是让新人们试一试吧 决定另做新号后 对外情报局庆幸自己手里还有牌 2001年 又一对新组合 古里耶夫夫夫登场 哪怕在苏联解体前后的 巨大混乱期间 科科伯和后来的对外情报局 也没有忘记 培养特工的努力 比如在苏联解体之后不久 利迪亚·古里耶娃和弗拉基米尔·古里耶夫 就被送往了美国 相比于前两代特工 古里耶夫夫夫均属于70一代 他们是在苏联解体后进入美国的 对于此时的对外情报局来说 什么顶替身份是不敢想了 他们根本没有能力 找个真实身份来顶替 因此 两人的一切身份证明 都是完全伪造的 基于这个原因 因为担心身份暴露 古里耶夫夫夫 根本不敢前往纽约华盛顿这种大城市 只能在新泽西潜伏下来 然而 哪怕在新泽西 两人也是漏洞百出 原因是 由于对外情报局的巨大退步 古里耶夫夫夫 压根就没接受过 像样的特工培训 比如说 瓦森科夫七年的漫长培训了 哪怕六人后的两年速成班 他们也没上过 所谓训练没血一力杀 时间要靠撒哈拉 所以 古里耶夫夫夫 刚到达新泽西 他们的邻居很快就开始好奇 为什么两个身份上的纯粹美国人 会张口就是 Good morning I'm from America 的口音 而且 口音甚至都不是 古里耶夫夫夫夫最大的问题 在派往美国后 外星局发现 古里耶夫的本质 可能不是一个维新主义者 他最理想的工作 就是不工作 在到达美国后 妻子古里耶娃 很快成为了一个 成功的财务师和交易员 而古里耶夫竟然开始 心安理得地吃起了软饭 连门都懒得出 美国的小米洋人呢 在搞情报方面 除了基本工资外 对外情报局 实行的是奖金制 然而古里耶夫 似乎对组织的奖金 毫无兴趣 面对上级给的任务清单 古里耶夫看都不看 而是创造性的 实行了转包制 2004年 他把莫斯科给的 30万美元经费 拿出一半 连同自己的加密方式 一起交给了 自己的间谍同学 哈伊尔·库奇克 如果说 古里耶夫的躺平 是势在必行的话 那库奇克的躺平 就是实在不行了 作为跟古里耶夫 同一期的间谍 库奇克已经犯到了 连混都吃不上了 虽然同属于 在美国的70后间谍 但库奇克似乎 很不适应 美国的工作节奏 他在美国 先进入电信公司 当会计 因长期无法屏障 被解雇 后去4S店当过销售 因长期无法开张 被解雇 无奈去电信设备公司 当文员 因技术资料 做得比狗屎还臭 又被解雇 一步一个坑的 库奇克最终彻失业 简历比病历还难看 很快就要流落街头了 因此古大善人 才大喀斯威 把自己的情报任务 外包给他 当然了 作为一个连丐帮 都混不上四代的loser 指望库奇克 搞什么阿富汗战争情报 自然是不可能的 这项外包计划 最终也无我而终 更悲剧的是 作为无业游民的库奇克 甚至不敢把 孤立耶夫分给他的钱 存进银行 由于怕国税纪查账 库奇克只能把钱 埋在地里 实在没法指望 他发挥上价值 其实 不仅穷人库奇克 有财务问题 孤立耶夫夫夫同样受此困扰 由于孤立耶夫坚持软饭硬吃 两口子因为财务问题 发生过不少矛盾 比如2008年 孤立耶夫夫夫在新泽西 花了48万美元 买了一所住宅 购房子资金来源 既有孤立耶夫的情报经费 也有孤立耶娃的提及 俩人在房本写身名上 争执不下 最终俩人决定取终 直接在住宅持有者上 写了个Moscow Center 房子挂在单位名下 这下没毛病吧 当了解了七零一代特工 在美国的所作所为后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领导们 只得感叹一声 这些杀不死我的 还不如杀了我 没办法 七零后也靠不住 收拾收拾 让八零后上场吧 2009年7月 一个褐色头发 身材消瘦的青山小伙 领了一群中国人 漫步在弗吉尼亚州 阿灵顿的街道上 面对着中国游客 小伙用娴熟的东北话语解 那边走到头 头就是阿灵顿国家公墓 硫磺岛纪念碑 无名烈士墓 其实也没啥看的 我是你们的导游 米哈伊尔赛缪科 有啥事找我好使 是的 这位米哈伊尔赛缪科 就是对外情报局 派往美国的新一代特工 经过数十年发展 俄罗斯间谍终于从培训十年 变成了连假身份证明都不做了 直接实名潜伏 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一种效率上的进步 1984年 赛缪科出生于 中俄边境的阿姆尔州 曾经在哈工大当过交换生 因此赛缪科的东北话说得很好 虽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被对外情报局吸收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2008年进入了美国 用真实信息弄了个硕士学位 然后靠给中国游客 做导游卫生 当然 他还带着一本 装有间谍软件的笔记本电脑 实际上 如果不考虑间谍技能的话 赛缪科是个很不错的小伙 他精通多门语言 为人也毫不消极颓废 总体上是个健康积极的人 问题是 过于积极了 作为一名实名上线的特工 赛缪科从不试图隐瞒自己 成天高谣的 开着一辆奔驰招咬过势 大声放俄文流行歌曲 跟俄国小女友飙俄语 如果仅仅如此 也还则罢了 更可怕的是 在美国期间 赛缪科把对外情报局 给他的间谍电脑 当成了日常工具 经常下载一些 不可描述的种子软件 21世纪初 正是电脑病毒横行的年代 很快就让间谍软件 和电脑病毒共处一室的 除了设备管理不慎严谨外 赛缪科还经常 记不住间谍软件的密码 莫斯科为他配置的间谍软件 需要一段27位的 复杂密码才能打开 而赛缪科根本记不住密码 因此经常输错 所以到了美国 还不到一个月后 其间谍软件 就因为多次密码错误 而锁死了 软件锁死 自己在美国又没法修 赛缪科只能发了个 EMS国际快递 把电脑寄回了 莫斯科卢比昂和哈达楼 2010年初 修好的电脑被寄回了美国 这一次赛缪科生怕忘记密码 所以他弄了个便利贴 写上密码 贴在了显示器左上角 虽然赛缪科作为特工不太正直 但好在80后的特工里 不正直的并不只他一个 1982年 安娜·瓦西里·耶夫纳 库弦科出生于苏联哈尔科夫 安娜的父亲瓦西里 是常年在非洲工作的精锐特工 因此安娜的家境相当不错 1999年大学毕业后 2012年安娜在英国开启了金融公司 4年后又在俄罗斯开始了互联网创业 创建了一个房地产网站 还拉了不少风头 此时的安娜已经成为了成功创业者 似乎跟特工领域完全站不上边 然而到2009年 安娜的创业网站就凉了 曾经的大富大贵变成了大富大贵 无奈之下 安娜决定赚哪儿外快 比如接一些对外情报局的任务 2010年2月 安娜移居美国 她高调住在了华尔街附近 同时开始大力宣传自己的房地产网站 全然忘记了 自己还做了一份间谍的监制 看到这里 你可能会怀疑了 这些外情局的间谍如此高调 美国的反情报部门就发现不了 那怎么可以呢 那不可能呢 这时在2004年 FBI就盯上了这些俄罗斯特工 却约他们专门取了名字 非法人事计划 在跟进调查的过程中 FBI的心情跌宕起伏 他们完整地经历了 兴奋 疑惑 愤怒 无语到崩溃的过程 在第一代的瓦森科夫活动时 FBI也曾对他进行过监听 但长达一年半的监听 都没有发现瓦森科夫有任何问题 因此很快被排除了间谍嫌疑 到了第二代60后入境时 FBI又怀疑上了别自鲁科夫夫夫 但是 虽然主观上严重怀疑 别自鲁科夫夫夫是间谍 FBI却抓不到任何实际证据 毕竟别自鲁科夫夫夫 依然接受过完整的训练 哪怕在家也绝不用俄语交谈 所以FBI也只能继续等待 然而当70后的间谍们入境时 FBI傻了 他们毫不费力的就锁定了那几个活保 古里耶夫夫夫的口音 早就引起了别人的怀疑 FBI甚至还破解了 他们所有的加密通讯方式 然而 此时的FBI就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他们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 俄罗斯人把这群菜鸟送过来 是为了什么 鉴于科哥伯多年来的威名 FBI丝毫不敢认为 这是外情与水平不行 他们在内部进行了激烈争论 大家一直认为 我们这可是在与科哥伯的继承者对类 王者福高端指 科哥伯不可能除废奇 俄罗斯人派他们来一定有目的 只不过咱们还没想到 最终 在2005年 经过多轮的头脑风暴后 FBI的大佬们终于得出一个结论 这些菜鸟 肯定是用来转移我们视线的气子 在他们的背后 一定潜藏着真的高手 其实FBI的这个结论 并不能说完全错误 毕竟瓦森科夫也确实没有暴露 然而 当80后的这一批间谍到达美国后 FBI彻底杀眼了 当发现80后特工后 FBI立刻做出了判断 这群人如此高调 太反常了 更加证明这是障眼法 我们按兵不动 一定要调出背后的高手 就这样 FBI的特工们 开始全天后的监视 70后 80后的俄罗斯间谍 然而 在监视过程中 FBI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这几个人真的是间谍吗 靠着赛免科那神一样的密码便利帖 FBI轻松掌握了整个非法人士计划的通讯方式 但问题是 经过长期监视 FBI发现 这些人说的话虽然不少 但就是不传一点有用的情报啊 哪怕自己挖坑射套 用一些情报去诱惑他们 这几个活保也对情报丝毫没有兴趣 终于 在观察了整整三年后 FBI完全确定 没有阴谋 没有大鱼 他们就是单纯的菜 然而愤怒的FBI此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由于这些间谍从来没有传递过情报 虽然FBI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可由于没有窃取到任何情报 就算把他们给抓起来 也没有证据给他们定罪啊 思来想去 FBI决定下个植钩 2000年6月 FBI让一个县人冒充俄罗斯领事馆官员 与安娜见面 按说这种非常规矩的街头 只要是个特工就不会答应 但安娜没有任何怀疑 在街头以后 县人将一本假美国护照交给安娜 表示出了一个紧急情况 我们一个同僚暴露了 需要尽快转移 你明天下午两点之前 把这本护照交到某某地点 安娜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只要他明天去送护照 抓他的证据就有了 同样的套路 FBI也用在了赛缅科身上 也是一个县人要求他 将一份文件送到某某处 赛缅科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这是一份机密文件 只要这份文件被赛缅科送了 FBI就会通过各种手段 让他与非法人事计划中的 每个人缠上关系 不出意外的话 大约一个多月后 FBI就能一网打尽了 然后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 再出意外了 在安娜这边 他虽然当场答应了线人的要求 但回家之后却越想越不对 不应该呀 在莫斯科的时候 没人跟我说要做这种任务 于是安娜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作为一名老特工 安娜的父亲立刻觉察到了危险 告诉女儿千万不要去送护照 而应该去报警 只跟警察说自己被吓到了 这样也许能摆脱危险 至于赛缅科那边 赛缅科却是毫不犹豫的 去投递了文件 但由于他的手段太过粗糙 以至于中途 就被公园的刘朗汉发现并报警 由于对手泰菜导致栽赃失败 此时的FBI已经彻底无语了 但是 他们此时又不得不收网了 因为一个人的叛逃影响了他们 亚历山大波杰耶夫 亚历山大波杰耶夫 一个曾参加苏拉战争的克格勃特工 经历了战争后 波杰耶夫的信仰完全崩塌 开始变得贪财和酗酒 苏联解体后 作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高层的 波杰耶夫被美国策反 向CIA提供了大量情报 2009年 已经被判多年的波杰耶夫 得到了一个消息 由于你的工作成绩出众 组织上决定把你提罢为 对外情报局副局长 这下波杰耶夫慌了 因为按照惯例 高官晋升需要强制策谎 而自己没有信心通过考验 因此波杰耶夫就拼命推辞 找各种理由拒绝提罢 这种反常举动 终于引来了上级的怀疑 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的波杰耶夫 于2010年6月逃到了德国 为了让美国收留自己 波杰耶夫供出了他最后的底牌 告诉美国人 你们内部有一个叫拉扎罗的作家 他的真实身份是苏联英雄瓦森科夫 波杰耶夫的叛逃 彻底打乱了FBI的计划 因为随着他的出逃 俄罗斯肯定会组织一波 在美间谍的集体撤离 再不收网就抓不着了 最终2010年6月7日 FBI在纽约 博士顿等多个城市 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 实名卧底被捕 但是 收网后的FBI却没有任何成就感 原因还是之前所说的 没有证据 在这实名间谍中 除了古神一代的瓦森科夫外 其他人根本没有给俄罗斯 提供任何重要情报 甚至压根就没提供过情报 没有证据也就无法定罪 而瓦森科夫由于过去从未被怀疑 FBI没有掌握他的任何证据 叛逃的波杰耶夫 除了供出瓦森科夫的卧底身份外 也没法提供什么文件证据 所以 哪怕判刑也只能是个轻罪 事与知识 FBI也无计可施了 只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价值 联系俄罗斯方面 按照老办法 交换俘虏吧 2010年7月9日 在棱战结束近20年后 美俄两国又在奥地利 交换了一次俘虏 由于这十位大臣中 除了瓦森科夫外 没有有价值的 所以俄罗斯只拿出了四个俘虏 换俘之后 两国各自发表公告 表示这事儿存属意外 不影响双方友谊等等 就这样 一场堪称闹剧的间谍故事 正式落幕 在庞大而复杂的美苏间谍战中 非法人士计划 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换俘之后 60后特工 别子鲁克夫夫夫过得不错 别子鲁克夫在一家学校任教 妻子则在一家寡头公司担任顾问 两人唯一的遗憾 是自己的两个孩子 由于对父母的身份一无所知 在得知父母是俄罗斯间谍后 他们的孩子完全崩溃了 多年来的加拿大生活 让他们在俄罗斯无法适应 最终孩子们选择回到加拿大 与父母彻底分居 而70后的几位日子的人 他们都被一家俄罗斯石油公司录用 担任顾问 以这几个人的水平来看 这应该是一种变相的退休金 至于疯狂的80一带 东北小伙赛缪科的下落不得而知 而美女安娜则活动高调 她当过主持 书过书 从事过教育工作 还拍过不少好看的写真 并因为这些写真被教育机构开除 2013年 安娜还在网上向斯诺登求婚 俩人还互动了一下 成为了一时的热点 而在被捕的时任中 唯一的真正间谍瓦森科夫 则没有晚辈本那样积极的态度 在被捕时 瓦森科夫已经年近70 俄罗斯政府给予了她一笔巨额的退休金 并将多年来的薪水一次性补罚 这让瓦森科夫足以过上殷实的生活 然而 35年的潜伏生涯 她频繁地往返于俄罗斯与拉美之间 而二者对她来说都很难称得上是家乡 2020年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重点表扬了 七位做出重大贡献的情报人员 瓦森科夫名列其中 但瓦森科夫对此已经兴致寥寥 毕竟对于她来说 自己真正的祖国已经不在了 2022年4月6日 苏联英雄瓦森科夫在秘鲁病逝 最终以军事荣誉安葬在莫斯科 她的妻子 另一位科哥伯特工维基 始终陪伴在她的身边 这对爱人同志完满地相伴了一生 对于科哥伯特来说 今日的世界早已不存在他们的继承者 如今躺在坟墓中的瓦森科夫 与他的遗孀 就是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钢铁组织 所留在世界上的仅有的几个余党